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抓到了竞双城的五位主演来跟我们一起进行一场竞人年终团建 那跟我们的竞额们一起来游双城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五位主演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为什么有回响 有回响 对 对 那个导播老师帮我们控一下 稍微有点回响 好那首先我们要来有请的是这个好久不见 但是每次见面呢都比上一次又再优秀一些 又再帅气一些的李一峰 欢迎峰峰 跟这个我们的腾讯视频的尊贵的VIP们打个招呼先 这些尊贵的VIP们你们好 我是李一峰 在竞双城里边饰演的是苏摩 好那我现在在北京大家可以看一看北京其实已经在下雪了 然后呢有很多的环卫工人他们在扫路边的积雪 天气还是很冷的啊 然后据说明天还会下雪 我现场的报道就在这儿 现在交给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好谢谢 谢谢苏摩从我们前方发会的报道 一开场就开始跑火车 你真的也是可以的你 这很像直播那种 好谢谢 谢谢欢迎李一峰 来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大家本来以为都是这个窈条淑女 但是没有想到无力值非常厉害的白银陈玉琪 欢迎玉琪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玉琪在金双城里面饰演白银也是空箱的白银王 欢迎玉琪 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我们文武全才 但是又特别暖心的真蓝太子郑叶诚 欢迎大成 大家好 是吗 谁呀 我是延安 郑叶诚 我是金双城 哈哈哈哈 金双城中扮演的是真蓝 嗯 欢迎欢迎大成 那接下来就欢迎这位呢 就是哪里有他啊 哪里就会出现雪崩的纳生 杨志文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杨志文 在金双城里饰演的是纳生 嗯 欢迎志文 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这位是这个捕鱼达人 同时也是我们云荒的武皇刘海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海宽 在金双城中饰演的是余焕 嗯 欢迎五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现场哈 这个我们是年终的团建 但是刚才大家介绍完之后呢 其实 这个打游戏的人应该会有点感觉 就是他其实讲的题外话 他们五个人特别像五路英雄 有没有 风风就是苏摩就是这个中单法师 特别像中单法师 然后这个 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你就法师你法术很厉害 哦 对不对 中单法师 然后这个陈希奇就是打野的刺客 然后打成就是上单的这个坦克 坦克 对 然后志文就是辅助 我是Buff 所以我们这个五路英雄集结齐了哈 我们就要开始跟大家好好的来玩一玩游戏了 因为我们今天是这个团建嘛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就可以欢欢乐乐的开开心心的一起 跟我们所有的这个金额们一起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来来欢乐一下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也是给各位英雄们都准备了一张这个空白的企额 我不知道你工作人员有没有给你们准备到你的手上 嗯 嗯 嗯 对 对 对 每个人都有一张这个企额 然后我们 哎 你那个可能打印 你那个应该是打印的那个对手 没没了 对 好 然后我们需要请各位呢 通过自己的认识哈 跟认知 通过自己的这个角色的表达 然后来给这个企额做画 最后我们要把这个企额的这幅画做成我们团建的纪念ID卡 作为礼物来送给金额们 好不好 在整个直播的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慢慢的来做这幅画 怎么样 风风开始头疼了是吗 我知道你画画很厉害 就是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啊 对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一边聊 然后一边来画 想到哪画到哪 然后呢 我们希望这个企额是可以跟你们的角色是是match 是相关的 然后最后我们要请大家在这幅画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我们这个镜额们好不好 大家现在可以拿出笔来作画了 好那大家一边作画呢 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 就是我们镜额玩家大比拼 那要来考验一下大家要探探底 看下大家对我们这个故事的了解程度到底有多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 我们先来问一下风风好了 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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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鱼香肉丝 鱼香肉丝 解释一下为什么鱼香肉丝 因为苏某我演的是一条鱼嘛 嗯 然后 他的 长相 肉体 都很香 哈哈哈 然后呢他的武器呢是 会有那个丝 哦 哦 这个脑洞开得很大 鱼香肉丝 鱼香肉丝 非常 很多这个镜额很多腾讯视频的观众在看这个角色 其实大家都很期待 就是有另外一个他们期待的就是叫做撕哈撕哈 你知道现在这个撕哈撕哈这个词吗 撕哈撕哈 撕哈撕哈傻 撕哈撕哈傻 撕哈撕哈酥母 撕哈撕哈李峰 撕哈撕哈 接着你的肉体和美色就会流口 啊 然后往里吸 撕哈撕哈 很多人都很撕哈撕哈俗摸个礼蜂 好,跟你这个鱼香肉丝互相呼应一下,好吗? 有,有,有。 来,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玉琪,玉琪用一句话来,对,形容一下白音。 我觉得是水泥风心吧,专注搞事业,然后拒绝一切的那种。 事业型女性,独立女性。 所以就是,难怪我们在这个刷剧的时候,就看弹幕上面有人就说,苏摩被拒绝都拒绝麻了。 就是因为你专门搞事业,一直在拒绝它。 拒绝麻了。 对,你看弹幕,你可以说,晋双城的弹幕非常妙,大家会观察不同的细节,有不同的概括。 所以说苏摩被白音拒绝麻了已经。 好,这个是我们的云荒独立女性,白音。 接下来,大成,大成来形容一下真蓝。 嗯,看一下啊,山河永济,真蓝大帝。 哈哈,山河永济。 双鸭。 然后,这个,来个四个鸭,四个鸭。 嗯,战哥一起,情难自尽。 来,来,解读一下,解读一下。 山河永济,其实是一个后面后续剧情会出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词汇。 对,一个词语。 然后,真蓝大帝就是开个玩笑啊。 然后,战哥一起呢,也是听到自己有一段战哥是真的很好听。 然后,所以就有点情难自尽。 嗯,好,所以这个就是,除了介绍自己的这个角色之外,还稍微剧透了一下我们后面会出现的剧情,对不对? 嗯。 好,来,接下来,来,接下来,我们请志文回答之前,我们先请芯芯往你的左边稍微坐一下,你有点偏台了。 对,往左边坐一屁股啊,居中,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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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就这样。 我这个是,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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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图,你知道吗? 四,三,对,哎,导演跟我说,让芯芯往中间坐一点点,好了,这样就很好,黄金,黄金构图。 黄金分割比例,我觉得,哎呀,你不管做哪都很帅了。 来,接下来,我们请志文跟大家说一下,娜生。 嗯,我觉得娜生应该算是一个恋爱天赋型玩家,因为他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会一股脑子往前冲。 然后想要达成的目标也会,虽然自己力量很小,很微弱,但也会尽自己的权利去完成它。 嗯,对,其实看过剧的也都知道,娜生其实就是有点那个什么恋爱牛叉症,遇到喜欢的人,就是没有在害羞跟内向这回事,都是直接往前冲,直接表达的这种。 嗯,对,我看有人说他是直求少女。 直求少女,对对对,非常的符合我们当下新时代女性的这种特点。 不藏了一眼的直接说。 来,接下来,海宽,来说一下,来说一下雨焕。 感觉雨焕它就像一个,像个旗吧,像一个飞行旗。 对,他老是做风损,然后出任务,但是呢,一直就像一个旗子一样,就是被人,就是让他去这儿去那儿。 好,好,所以就是觉得雨焕是有点像这个飞行旗。 嗯,第一个是自己的武器哈,坐驾是飞机,然后是这个损,然后也是各种被人利用,放到各种不同地方。 好,乌鸦坐飞机。 那,如果就是代入,你们自己是观众,你们自己是现代人,如果你们要给就是剧里头的角色来送一样物件的话,你们会给他们送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有的东西? 风风,你先说。 这个时代有的呀? 对,你会送给苏摩什么东西? 哦,我送。 我送。 手机。 手机? 解释一下为什么送手机。 没有嘛,手机很方便啊,联系,联系白鹰啊,也不用专门跑到他那儿去找他呀,是吧? 嗯。 可以发个微信啊,然后跟,不是跟真兰也结盟了吗?也可以,微信联系啊,大家拉个群,开个欢迎。 拉个群。 方便。 方便。 不用飞来飞去,很耗油的。 那你还得去那儿建一些基站,要不然可能没有信号。 对。 所以,手机是你要送给苏摩的物件哈? 嗯。 好,那玉琪呢?你要给白鹰送什么物件? 嗯,给我送送质阳伞,质阳伞,然后还有防晒之类的。因为白鹰不是不能见日光吗?所以就给它一点防晒的东西。 哦,因为它一晒就会冒气,就会蒸发。 嗯。 我看花穴里头,你那个是,身上是插了管的是不是?就是那个冒烟是因为有那个,有人工在帮你吹气,它才会散那个烟是吗? 是,他们站了一排的人轮流给我吹气。 好,所以你是这个插了管的白鹰。 插了管的白鹰还行。 插了管的白鹰还行。 因为所以信号,他们冒压不失差。 插了管的白鹰,又名,也要上热搜了。 对不起,先道歉。 哎呀,真的是,求生意很强。 就是他要送这个遮阳伞,要防晒,对对,这个很重要。 好,那大成呢,你要送给珍兰什么东西? 送个书签,或者电子书一类的吧。 电子书跟书签,为啥? 因为珍兰总在看书,走在去翻书,翻薰黄金嘛。 然后给他一个书签的话,他就可以把那个放在那里嘛。 好,好找一点。 好,喜欢看书的珍兰,要收到的是电子书跟书签。 然后文文,你要送给纳生什么东西? 送给纳生一个护身符。 因为他在系里经常多灾多难的,总是被人骗,被人抓。 希望这个护身符让他平安一些。 那你应该下载反诈骗APP。 对,毕竟苏魔也会来回变,也不知道他会变成谁。 台海豪的这个防诈一下。 啊,护身符,这个是文的给自己谁。 海宽呢?你会送给宇焕什么物件? 我送一个火炮吧,98k也行。 就是感觉他这个这么辛苦的练功,但是到头来谁也打不过。 然后那就不如就直接了当的,就是直接拿个狙击一击必杀。 这个至少不用那么耗时间。 嗯,对,因为毕竟戏里头也是蛮辛苦的。 作为这个捕鱼大人到处要捉这条,缩磨这条鱼。 然后又不好捉,是不是? 啊,里程庭。 哎,就是需要用这个重型武器才能捉到他。 好,这个其实我们通过剧集,包括通过刚才对于各位的这个讲述来说, 其实镜双城的这个角色非常的多,然后这个群像非常的庞大。 然后每个人物啊,包括自己代表的族群啊。 然后引发的很多的故事,其实需要大家慢慢的去在剧当中好好的去捋的,去看的,去评的。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整部戏拍下来,包括现在在跟我们网友一起追剧的同时, 你们觉得这些角色整体看来跟你们自己会有哪一些,或者说角色之间整体有哪些共同点? 自己跟角色。 嗯,你们觉得有哪些共同的地方,像的地方? 或者说角色跟角色之间,就你们作为一个观众来看镜双城,你们觉得这个框架里头,这个大框架里头,这些角色有哪些共同点? 首先都很有责任跟担当,对吧? 嗯,有责任跟担当。 对,虽然就是不同阵营,但是都有责任在里面,还有成长。 啊,有成长,有责任。 嗯,看到吗?风风刚才想了很久,是不是已经有很多的词儿了? 我同右。 你的右边是我? 啊,右走啊! 是吗? 啊,镜像了,镜像了。 啊,所以你赞同大成说的。 嗯,其他人吗? 下面那个说一下。 我觉得像战士吧,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特别的能熬。 就在不管是戏外还是戏内,就工作的时候也特别能熬,然后私下也是,对于工作那些都是特别能熬。 在剧中的也是特别扛打,然后耐熬。 对。 对,一熬就是好几百年的那种。 据说你们这部戏是拍了五个月,对不对? 嗯,对。 拍了五个月。 所以你们觉得谁是在剧组最能熬的,最熬得动的? 夜戏从来就是不含苦的。 陈玉琪吧? 哦,是吗? 所有人吧。 为什么风风会觉得是玉琪? 因为我觉得他很佩服,他有很多的时间他都在那个横店。 嗯。 哦,大成也是,大成也是。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好辛苦。 而且就是,反正我觉得挺不容易的,我也很佩服他们。 就是这个忍耐力。 对,我就觉得很棒。 嗯,觉得在横店拍古装其实还蛮辛苦的,对不对? 很辛苦的。 你像你在办公室就吹着空调。 嗯。 我们是戴着头套。 好几层衣服。 好几层衣服,大家都穿得很热。 然后在大夏天的。 嗯。 嗯。 对啊。 哎,你有数过苏摩就是穿过最多层的衣服? 是哪一套吗? 有多少层? 你数过。 哇。 哇塞。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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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在雪山的那个,那个是最多的。 嗯。 就是我开开篇跟纳生,在那个雪山。 然后百年后跟白鹰见面的那一套。 很厚很厚。 一二一二。 关键外面还披了一个。 披风。 毛毯。 你知道吗? 好毛毯。 披风。 一个毛毯。 嗯。 五六层吧。 五六层。 嗯。 而且还很重。 嗯。 完了这个要飞起来,里头还得穿那个威亚的东西。 是不是? 好像那套有没有飞。 那套没有飞。 那套不是你把它从雪崩里头救出来。 不是有一个飞。 要飞起来。 对对对对。 哦。 有有有有。 你有没有好好的在追剧啊? 我忘了。 对对对,有那个。 有我抱着纳生上去那个。 对对对对。 哦。 对有。 哇。 所以有五层衣服,再加一个这个威亚的衣服。 所以真的是,真的不容易。 嗯。 玉琪跟大成,现在能适应这种苦了吗? 就是,比如说, 拍古装戏啊,头套啊,好多层衣服啊。 比如说像在夏天拍这种冬天的戏。 现在适应了吗? 嗯。 嗯。 特别适应。 这反而不适应就是现代戏的轻松。 哦。 吃过苦了之后,反倒是没法享福了。 哈哈哈哈。 就是,就是这种苦吃惯了。 就是在那个横店那边虽然小, 但是习惯了那个, 有种安全感。 突然来到大城市感觉好像有点不适应。 哈哈哈哈。 而且不方便,感觉随在地方拍戏。 哦,是吗? 哦,反倒适应了。 但是我们男生必须战头套特别麻烦。 嗯。 战头套就是每天起很早。 因为现代戏的话可能不需要战头套, 就可以稍微起的晚一些哈。 嗯。 那个古装战头套然后每次都得补。 然后一下天一热那出汗, 然后就各种给你修。 对。 很难受。 对对对。 我们拍这个戏里边最辛苦的应该是大城。 嗯。 哇,她有特效妆。 哎呀。 对,她有特效妆, 但又不能剧透。 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她很辛苦。 打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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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苦。 有时候她三点四点就已经在化妆了。 很辛苦。 然后完了过后还得卸妆, 也要卸好几个小时。 然后经常过敏啊什么的。 嗯。 而且我们听说就是你经常粘头套的话, 这个发肌线会有被影响, 会往后退。 你没有这样的困扰。 还行吗? 还行吗? 反正我已经, 我现在已经是长期戴假发了。 你就又开始跑火车。 那你现场给我们摘一个你的假发给我们看看。 很疼的。 很疼的。 我怕。 对。 算了。 好了好了, 还是要帅。 满嘴跑火车就属你了。 好, 来我们赶紧的, 赶紧的, 我们来问一下, 接下来是谁啊? 都聊痞啥了, 我都跟他聊到哪了已经。 哦, 对, 刚才聊到这个角色的相通点。 就聊到了假发套, 完全被你带跑偏了, 黎一峰。 大家就是为了事业都非常的努力。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要进入到游戏的环节。 就是我们进俄玩家大比评的第二场比评, 就是《竞商城里故事多》。 工作人员呢, 给到我一些我们剧当中的名词。 然后呢, 一会儿我会一一的跟大家来展示, 大家看到这个名词之后呢, 嗯, 可以, 可以用强大的方式, 也可以用分享的方式, 来跟大家说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或者看到这个名词, 能联想到哪些你印象深刻的这个名场面, 啊, 或者是印象深刻的桥段。 来看一下第一个词。 敬塔。 嗯, 你们能想到哪些名场面, 或者是印象深刻的戏。 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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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雪樱花。 雪樱花。 嗯, 还有看那个星辰大海。 星辰大海。 是在金沙上, 对吧。 不是吧。 是。 哦, 是。 你下午的时候, 然后给我。 是是是。 李峰, 上网课被抽啥的学生, 然后打什么什么都打不过。 哈哈哈哈。 是我演的吗? 哈哈哈哈。 好, 那你先说一下跳吧, 为什么你会第一个想到跳? 就是,呃, 白鹰跳镜塔吧。 就是一个, 明场面。 对。 这场戏当时拍的时候, 虽然最终剪出来有点快。 我希望他跳慢一点。 处理的, 处理的有点简单。 但是也是, 是个明场面。 啊, 提出了自己的这个, 观众, 观众角度的一个反馈。 处理的。 可以吧, 我可以提提提的吗? 对不对? 可以可以可以。 对。 嗯。 所以如果你是导演的话, 你会怎么处理呢? 哎, 这个问题就不要问了。 哈哈哈, 你给我挖坑是不是? 好, 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 哈哈哈, 来, 一起来说一下这个选云花。 你为什么印象深刻? 因为看的都是假的呀, 这些后期都有特效给的, 然后其实当时什么也没有。 然后还要陪一个盲人在那看选云花。 就好像盲人赏月似的, 无效观月。 哦, 哦, 对, 那场, 对, 那场搜摩是失明了, 对吧? 嗯。 哦, 所以你们现场看到的, 暂时失明。 所以你们现场看到的, 雪云花是什么样子? 那棵树是不凸的吗? 有, 有假的, 有假的, 一朵一朵的那种。 哦, 然后它摇的那些都是假的东西, 想象。 哦, 明白明白, 就是它落下来的是后期做的那些东西。 对, 做的。 还有星辰大海。 嗯。 来, 两位来回忆一下星辰大海。 星辰大海。 一片枯了的树叶。 哦, 出了很多洞洞。 嗯。 对着月亮。 我以为是, 金基节那个项目, 星辰大海项目。 跑得有点远。 这个是第一个哈。 来, 接下来, 这个就刚才预期说到了, 雪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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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雪云花三个字的话, 你们会再想到一些, 有没有什么是能补充的? 刚才没有讲到的。 没了。 好, 风卷没了。 这个是我的那个, 斗篷是不是? 哦, 对对对。 斗篷。 哦, 还有我那个香囊, 还是钱袋呀, 反正很小的一个。 上面有雪云花。 香囊。 香囊。 香囊里头也是有雪云花的。 好, 这个第二题。 第三题。 碧光珠。 碧光珠。 想到太阳。 太阳。 想到太阳。 还有吗? 快抢大, 抢大了。 清取了。 剧文跟海宽也可以抢答。 你俩特别像人性利牌。 你俩也可以抢答。 咱们都动一动。 换一换。 法术。 法术。 对。 他们用法术做成的。 哦。 灵力。 这是用灵力做成的。 耗调。 耗调。 精气。 嗯。 精气。 为什么要重复这两个字? 为什么要强调这两个字? 没有强调。 重复了两遍。 是信号断断续续。 好。 这是耗调了。 你的精气做的闭光珠。 然后不能见太阳。 这个太阳就是因为它不能见太阳。 所以给它做闭光珠。 对。 嗯。 好的。 来。 接下来。 封损。 大家可以抢答了。 我们哪些明场面是印象深刻的。 直播可以喝水啊。 可以啊。 可以啊。 我也要喝水。 可以。 哈哈哈哈。 来。 封损。 那就是余焕的嘛。 他那个就是, 没事就, 操控那个那个封损大军。 然后出任务。 就是无差的。 嗯。 所以你拍这个, 在封损上面这场戏的时候, 什么样的感觉? 感觉就是有点恐高啊。 太高了。 你恐高吗? 我不恐高。 但我在上面挺挺恐高的。 什么? 那就是恐高啊。 我不恐高。 但我在,我不恐高。 听句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我不恐高。 我是敢做那个什么, 迪士尼的那个, 飞跃太空山的那些, 那些那些项目的。 啊。 就是, 速度, 加速度这种可以, 但是高度太高。 像这种, 封锁那种高度太高的, 其实是, 是有点害怕的。 对, 他那个, 当时在上面的时候要, 要绑着那个, 威亚, 然后在那个上面还有拿那个铁链子, 就是把自己那个腰绑住, 啪掉起来。 嗯。 就他不绑还好, 他一绑就害怕。 不绑还能挣脱, 一绑就是一体的了。 然后在上面的时候, 就是中间休息啊, 或者加机器的时候, 换那个场次的时候, 就还是只能在上面。 就也不能那个下来休息, 因为他下来休息, 你要把那个风筍降下来, 降下来之后, 还得把那个腰上的解开, 然后还得把那个威亚那个解开。 就比较麻烦。 然后就在那个空中, 基本是呆了一天。 在空中呆了一天, 拍这场戏的时候。 哦。 哦。 所以就是苏摩手撕封损的时候, 是在屋顶上呆了一天, 可以这么理解吗? 不是, 风格撕封损的时候, 它那不是一天, 它那个风格撕封损, 它是就是单撕的。 单撕。 哦, 它是单撕。 哦, 就是分开拍的。 哦, 分开拍的。 哦, 风格在那个, 哦, 风格, 为了交开, 叫风格。 风在那个屋顶上, 其实也是拍了蛮长时间的, 对不对? 也挺高的那个屋顶。 反正就是屋顶嘛。 嗯, 就是屋顶。 是啊。 也是在上, 就上去就不能下来, 一条拍完才能下来是吗? 因为很麻烦啊, 上上下下的。 嗯, 就是人家要拉的呀, 很麻烦啊, 就就就呆在上面。 对,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花絮里头就是什么想喝水呀, 就是给你扔水上去。 哦, 对。 就只能在那上面解决所有的需求。 嗯, 有些也要忍一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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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的, 懂了。 这个就不展开聊了, 是吧? 就不展开聊。 哈哈哈哈。 好, 好, 这个是封锁。 来, 最后一个词。 花神节。 嗯, 能想到什么? 大家。 大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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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大夜。 真的是大夜。 大夜。 哦, 好, 好, 好几天大夜。 花神节拍了好几天吗? 好几天。 大夜。 哦, 来。 所以, 整个花。 就是我们一直以为就是花神节这个, 因为它是感觉是像在棚里拍的。 但是, 实景。 只是那棵树是假的。 哦, 熬了好几个大夜。 嗯, 好, 除了这个熬大夜拍花神节之外, 还有什么? 印象深刻的。 哦, 我记得我是跟颜希一块去的, 花神节。 然后我说那个我想见一见开花的古树, 从来没有见过, 然后就去了。 嗯, 嗯, 好, 所以就是, 纳生这边也是有一些这个在忙的事情, 有一些业务也是在我们花神节在完成的。 对。 嗯, 好, 那就不去抽。 不去抽太多了。 好, 除了大夜, 跟颜希还有纳生的感情小脉络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 大家能想得起来的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是百音身上的一场。 封印消失。 对。 对。 花神节。 我怀疑黎峰拍了一个假的镜双城。 哦, 对, 想起来了。 那你记得你的封印是哪一集消失的吗? 我要问一下黎峰。 什么我的封印是他的? 你有一个这个, 你化神之后, 对。 这个就消失了, 你记得第几集吗? 看这单集? 看旁边。 不对。 你们说错了, 第几集。 你还抄答案, 还抄错。 他们说他们有延迟。 第五集, 我记得是第五集。 第五集吗? 对。 第五集才发生, 然后你这个印记才消失, 你才变成男生。 所以前五集这部戏是双女主的戏。 第五集之后才有了男主角。 那你觉得我美还是陈玉琪美呢? 你美。 你美啊, 当然是你美了。 我们的感情, 我肯定得说是你美了。 好。 对。 愿为你一生只爱一条鱼。 那好,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第三个回忆。 第三part, 就是我们来问一下, 刚才我们讲到了不同的戏, 然后也回忆起了在剧组不同的事情。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 各位在我们拍戏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回忆, 还有一些难忘的事情。 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戏,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有没有? 方方这边有没有哪场戏? 我,我在。 我很难, 我记不住这些。 我只记得开机的第一天我们拍的时候, 下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大的冰雹。 下冰雹? 很大的冰雹。 然后周围的工作人员, 他们就说这是一个好的寓意。 你看这个演艺海皇, 然后你今天一拍就下冰雹了。 我也只能就是硬核一下, 啊, 就这样。 好, 我们的海皇印象深刻最深的, 就要是下冰雹。 好, 来, 接下来玉琪, 玉琪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 印象最深的是那场治疗的戏吧, 就大家吊, 我跟风哥吊薇雅, 然后我360度倒挂上去, 然后风哥在那边被一直不停的旋转的那个, 就吊得快吐了那天, 吊了整整一个早上我们俩在棚里。 你比较辛苦, 你是倒吊的。 但是你是一直被旋转, 你是平的, 三百六, 我是倒吊, 三百六。 哦, 好吧。 我就忘了。 你是鱼的记忆。 真的是鱼的记忆, 超不过七秒。 好, 这个也是蛮辛苦的一个印象。 大成呢? 大成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像那个百年后苏醒的那一段戏, 就那声机缘巧合, 把我给弄出来了, 然后在那天小姑娘那段戏, 把你什么出来了? 召唤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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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太子被吓坏了。 可是贼乎啊。 清朗。 然后召唤出来了之后呢? 对, 然后那个戏现在看起来还挺有意思, 挺有趣的。 但其实现场拍摄的时候是挺复杂的, 因为他得一遍一遍地拍, 就是绿布拍一遍, 然后实景拍一遍。 因为我是一个虚影嘛。 所以就跟大声在演的时候会演好多遍。 然后其实是挺复杂的一段戏, 然后现在呈现出来是, 其实是一个感觉很轻松很, 很诙谐的一段戏。 嗯, 对, 那段还蛮有趣的, 印象蛮深刻的。 来, 文文。 嗯, 我印象还比较深刻是在, 桃园村大战。 对, 桃园村。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 刚才说那个游换首次封损。 不是游换首次封损。 不是游换首次封损。 是那个他操头封损。 我自己撕我自己。 我是真热爱生活呀。 然后每天在那里跑步, 因为那段时间我觉得, 那个场景好像是拍了一周, 然后每天就跑跑跑, 然后最后感觉自己脸都肿了。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拍跑炸点的戏。 就是一开始觉得特别惊奇, 特别好玩。 然后呢, 到真的去跑, 特别特别害怕。 嗯, 但是完成了。 嗯, 其实是有一点危险性在的哈。 对。 来, 还快。 哎, 就是那个, 呃, 有一个是就是, 其实这个戏里面呢, 有一个就是那个, 云换刚出场的时候, 雨换刚出场的时候, 沙漠追击那场戏, 然后因为那天真的是, 他那个沙球其实是挺高的, 然后天气也特别的热,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中暑, 就是我追的那个消啊, 中暑, 我们在躺那个躺那个沙漠上的时候对此, 然后已经开机了, 然后开拍说了说了, 他没声了, 我以为是我耳朵有问题, 然后后来发现他是, 就是已经躺在那。 晕过去了。 啊, 哦。 对, 就是这是戏里, 然后戏外就是, 那个诚哥, 诚哥他那个吃薯条的事,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 嗯, 来, 因为他那个, 因为他, 他, 这事不能说啊, 是这不能说吧, 他就是。 啥能说, 我忘了啥。 没有,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他在中间休息的时候, 因为他的妆, 他的妆很复杂, 嗯, 然后他的那个嘴是张不开的, 然后中午吃东西, 对啊, 就我看晕哥他只能吃薯条, 喝可乐, 吃薯条, 喝可乐, 然后天天看他都是吃薯条, 喝可乐, 喝粥是吧? 哦, 哦, 差不多, 反正就是, 大概能理解了, 大概能理解了。 对, 他那个嘴张开那个周长, 不然, 指径只有个, 三四厘米吧, 对, 只有三四厘米。 好, 所以只能塞一些条状物, 可乐啊, 西瓜啊, 薯条啊, 这种, 好,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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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来就播不了了。 我觉得, 怎么你, 你把我们引导的不对, 佑明。 不, 他说的这个周长跟那个直径差不多就是, 给我的感觉就是, 因为我们的嘴巴就是, 现在尺度都这么大吗? 佑明哥, 你属于是, 你成熟了, 对, 你成熟了。 大家不要乱开车。 你不是那个少年了已经。 对对对, 不不不不不, 我还是那个少年, 没有改变。 你们在现场都是这样的吗? 来, 我们聊个能播的, 接下来聊一个能播的好了, 来, 我要替网友问一下, 因为我在看那场戏的时候呢, 就是, 是这个, 苍流人就是把大家就是逼到了那个山洞里头, 然后就设了一个结界, 所以就是很多人下不了水, 后来把那个结界打开了, 但是, 那生他没有, 他不懂水性, 他下不去。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 苏模就在额头上面写了一个字, 然后他就懂水性了。 然后, 这场戏播的时候呢, 弹幕上面就有很多人在说, 他到底写了什么字, 大家都在猜。 所以现在我们要, 就是替我们的网友来解答一下, 就是, 到底当时李一峰在这个文维的额头, 到底是写哪个字? 你还记得吗? 鱼的记忆。 隐隐约约有点这个感觉。 嗯, 你写了什么? 我签了我的名字。 你串串是吗? 签了你的名字。 像不像? 真的哦, 你真的是签了你的名字在上面啊? 好像是吧, 我不太清楚。 所以, 当时那生就是因为拿到了李一峰的签名, 他就有了水性, 下了水, 逃出生天。 厉害了厉害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 因为就是年轻人在一起拍戏, 我觉得我们的整个剧组的氛围应该会很轻松, 很愉快。 所以想问一下, 就是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谁是我们剧组当中, 就是画牢, 谁是画最多的, 最活跃的一个?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互相指认了。 我画最多的好像是有一个女生。 嗯, 是不是有一个女生? 是, 在我们刚好在现场的女生吗? 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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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 是吧? 不是松磨, 真懒。 大成话也挺多的。 我还行, 还行, 张不开口。 不要回去这个话题了, 好不容易离开这个话题。 大成很厉害, 他会写诗。 他经常在朋友圈你会看到他写的诗。 是一首。 对, 我那天才在看到你新写的诗, 对吧? 对, 那会儿我是回那个吉林一趟吧, 有感了。 很厉害。 因为张不开口, 所以只能写这个。 好, 就是, 果然, 真懒这书没白读, 没白看。 嗯, 很厉害。 还有, 那生文文也是在剧组比较活泼的, 画比较多的。 我没有, 我比较乖了。 你比较乖。 他比较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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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剧里面画多。 是。 剧里面画最多。 剧里面画多。 我记得那个真懒和西京, 然后我们仨的去的时候, 他们两个也会经常跟我讲笑话。 在戏吧。 老豆呢。 对。 所以就是, 这个角色, 确实是比较, 比较活泼的小女生了。 那谁是在这个剧组里头最冷酷的? 啊, 如果画比较少的。 那肯定是我的这个角色呀。 嗯。 不是角色哦, 是是是是演员本人。 不要上升到角色, 我们再讲演员本人。 画比较少。 对, 剧组里头谁比较安静? 陈玉琪。 是吗? 嗯。 你会发现, 他平时都是, 一拍完戏, 把导演一喊开, 他就躲回自己的房车。 他没有房车。 我都在现场。 都在现场。 不能跟其他人玩吗? 不是, 他就看书。 风哥不走我不走。 他看书看下一场戏。 哦, 是吗? 一起是这样的吗? 失忆了。 是拍这场看下场吗? 他看下一部戏。 下一部戏的剧本。 然后他还帮下一部戏的导演看景。 我好忙啊。 我好忙啊。 我好忙。 真的。 他其实掉起来, 其实是在拍全景, 看一下哪场戏下一部戏可以用。 对。 对。 春雨昕比较安静。 嗯。 所以玉琪你在片场都在忙什么呢? 就是忙自己的小宇宙的什么事情呢? 为什么? 片场忙着拍戏啊。 嗯。 对啊。 就在片场等啊。 就是拍戏等看剧本。 但其实我觉得今天, 我觉得海宽也非常的安静。 海宽你在片场也这么安静吗? 我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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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是云荒舞王啊。 你在片场就是还是会跳舞什么的。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主要是诗出诗出诗出有音嘛。 没有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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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不是不是。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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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半天也是说不出来自己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不说话。 没有。 看他们那个把把那个就是我跳舞的那个视频跟那个赵四那个四个放在一块呢。 所以就诗出赵四是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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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诗出象牙山吧还是。 好。 其实就是我们年轻人在一起,我们的剧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宇宙。 但是每个小宇宙碰在一起,我就特别有意思。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现场无味。 大家聊到现在,我看大家也是聊得很开心。 好像手也没有在动了。 感觉你们这幅画是不是也已经都已经画完了。 接下来。 诶,我突然想到我们其实在拍戏的时候很好玩的。 就是收工了去那个我房间那有一个阳台我们去吃东西是吧。 吃那个烤土片。 哇。 对。 那个比较好玩。 你在你的阳台还可以烧烤啊。 对啊。 所以就是在你的阳,就是剧组还不错啊。 你去你的房间,去你的阳台还可以有好吃的。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现场音效。 还有因为旁边有一个游乐园,然后呢,旁边就是,就有他们在那现场的live。 对对对对。 很有意思。 能睡得着觉吗? 10点,晚上10点就没有声音了。 对。 但有时候,呃,他中午中午如果我出班晚的话,你基本上就睡睡不了什么懒觉。 嗯。 因为他。 所以就就开始。 动自大自动自大自动自大自。 对,我看我是不是印象当中你发过朋友圈,就是在你那个你的那个房子对。 对。 应该是。 啊,就是。 哦,原来那个是在剧组里头。 对啊。 对啊。 好。 所以就是还要。 因为我记得,我记得陈玉琪先不住在那个酒店,是吧。 后来他搬到那个酒店。 哇。 啊,这真的是很热闹。 免费蹦迪。 免费蹦迪。 可以蹭这个音乐。 好。 那对,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展示一下你们的这些画作好不好。 好。 看一下我们灵魂画手里头,今天会给大家呈现什么。 先从你开始吧。 没有,我。 啊。 啊。 我这很简单。 画了个皇冠,是不是? 就是。 你跟大家解读一下。 皇冠,然后。 啊。 画了一个皇冠,然后画了一个鱼尾巴。 嗯。 因为他在,对啊,他在海里边嘛,就只能说成这样。 嗯。 然后画了一个那个机器,那个哆啦A梦的。 哆啦A梦的口袋。 哆啦A梦的口袋。 口袋。 然后这个应该是。 为什么会有一个哆啦A梦的口袋。 因为这个,这个,苏摩他要,又要搞爱情,又要搞事业。 嗯。 然后,又要救女主角,又要救他的族人。 嗯。 啊。 还要跟别的这个同盟,啊。 还要。 就是。 所以他,他应该也应该需要一个很多这样的宝贝在里边。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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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是这样。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吐司。 嗯。 不是吃的吐司啊。 不是吃的吐司啊。 哈哈哈。 因为这个还没出来嘛。 啊。 噴到一半的时候。 出来了就不是这样了。 啊。 对对对对。 啊。 就是这样。 啊。 然后赏,赏,赏,赏月。 因为他那一天没有看到月亮。 因为眼睛有疾,啊。眼疾。 所以就画一个月亮。 弥补一下那天晚上的这个月色。 哎。 你说的对。 哎。 然后最后你要签上自己的名字哈。 我们要来送给支持晋商城的网友。 好吧。 好的。 看下一位。 嗯。 来,签上名字。 接下来一起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画作。 啊。 因为白鹰怕太阳。 然后所以有一个遮阳伞。 但是这个遮阳伞是一片叶子。 是苏摩送给他的那个看月光的那个。 哦。 然后下面他手上拿了一个叉子。 然后这边是一个河。 河里面是鱼。 这个叉子太像拐锅了也。 然后这个叉子是为了救鱼的。 哦。 你不是为了叉鱼的吗? 就是苏摩他们那个。 如果生气的时候可以。 哈哈哈。 但一般是为了救他们。 对。 嗯。 你拿叉子救鱼它还能活呢? 主要我不会画那个网。 所以我就画了一个叉子。 啊。 对。 插到鱼可以到风哥的阳台去烤一烤。 哈哈哈。 好。 那也请。 一起牵上名好不好。 来。 接下来。 大成。 我这个。 大成画的啥。 我这个跟那个风哥那好像是一个相反的。 很像哈。 那类似。 风哥画了一个月亮是吧。 嗯。 我画一太阳。 嗯。 为什么是太阳。 我画一太阳就是。 真兰他性格比较。 比较。 比较那个什么。 就是阳光一些。 然后比较。 这个。 这个。 到后期他整个比较洒脱一些。 这种。 嗯。 就是。 有很大的责任在身上吧。 这也是为了空桑十万子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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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这个。 登基了。 也是画了一个小黄冠给他。 然后登基之后。 这五年登基嘛。 就给他加了一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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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年登基。 对。 然后手上拿了一本《学黄经》。 爱看书。 这个。 一直拿这本书通关。 就像那个通关钥匙一样。 然后这是他的那个那个黄鲜戒指,大针戒。 黄鲜戒指。 但是我已经把这个名字写完了。 在肚子上是吧? 对。 好,这个是大成的画作。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文文的。 这本画的是什么? 这个丘比特勤。 然后他这个赤膀画的有些许难看。 然后画两个爱心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元气, 比较容易表达爱的一个中州少女。 所以呢画了两个爱心。 然后因为有他在的时候气氛都比较活跃。 然后画了两个烟符。 然后这个是发射出的爱心。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是珍珠奶茶。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珍珠奶茶。 那个时代怎么会出现珍珠奶茶这种东西。 现代版。 然后它那个就是是个吃货。 所以就是离不了吃的。 好。 你签名了吗? 现在签。 好。 接下来看一下海宽的。 我这个比较简单。 我这个就是。 这个。 我买一个。 就是这个企鹅它这个有个飞机。 就是我不会画风损,我就画了个飞机。 嗯。 然后这个上面呢。 就是这个小企鹅拿着这个。 我这个新专辑的这个这个蝶。 啊。 对对对。 对对对。 刚刚出了新专辑。 我现在画啥都得带个这玩意。 对。 你要不要唱一下歌。 宣传一下歌。 对。 什么名字。 我这个那也太不要脸了吧。 没事没事。 你得抓住这个机会啊。 对。 肯定说一说。 拿着自己的地盘。 赶紧的。 是吗? 那行啊。 对。 给大家就是唱一个这个。 哇。 这这这太好了。 给大家唱一个那个。 那个我我其中一首歌啊。 然后一个慢歌。 它叫决堤啊。 然后它的副歌啊。 完了。 我这没有琴啥也没有。 轻唱吧。 轻唱吧。 可以啊。 夜空。 夜里像危机。 而你来的悄无声息。 把画面都跑。 像夜空。 将记忆决定。 我很想你。 但听到的只有缝和我自己。 大概就这样子。 哎。 谢谢。 哎呀。 太棒了。 真好。 海宽也很可爱。 大家发现了没有。 海宽刚才还说。 打歌打歌。 海宽说不要不要太不要脸了。 那怎么怎么好意思呢。 对吧。 咱们这个这么多人都在。 都不太好意思。 嗯。 今天是今天的团建日。 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就是要跟大家宣传的。 不用客气。 对不对。 还有没有发歌的。 唱一下。 对。 大成有没有要出书的计划。 今天也可以宣传一下。 怎么说。 写诗是吧。 写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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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有没有剧要上的。 宣传一下。 对。 有没有。 赶紧宣传。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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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宣优琳瓦要上了。 淡淡只能关注一下。 26号。 好的。 26号。 今天非常的开心。 然后大家都把手上的这个画作呢。 都签上自己的名字。 我们会做成这个团建纪念的ID卡。 然后呢。 我们会在腾讯视频的这个官方微博来送出。 送给我们支持晋商城的各位网友。 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这部戏。 所以名字都签上了。 我们给我们喜欢晋商城的网友更多的回馈。 然后大家要记得追剧。 周日到周三的晚上八点都会更新我们的晋商城。 所以要赶紧来到我们的腾讯视频来追剧。 风风赶紧去看好不好。 你家里头很帅。 我有在看。 下次考你你又打不出题来。 我有在看。 因为你那个我是那天是一次一口气出了。 第一天出了八集。 所以你一下看了你肯定记不住具体是在哪集啊。 对我看那个。 我连预告片我都看完了。 我昨天把预告片都看完了。 我们这周是不是就已经有吻戏了。 这周是不是有吻戏可以看了。 这周有吗。 今天晚上就有。 今天晚上就有了。 所以好了。 那最后我们剩下的时间就交给我们五位。 好不好。 大家好。 大家再来给我们腾讯视频的朋友好好地来安利一下我们的禁双城。 好吗。 你好。 今天晚上我觉得一定要看啊。 因为我拍了三个这种古偶的剧。 仙侠的剧。 然后呢。 都没有吻戏。 嗯。 笑什么。 笑什么。 那硬要让我宣传一下我不得说点什么。 所以呢。 今天呢。 一定要看一看这个吻戏啊。 这个。 我也想看一看怎么样。 穿着古装这个拍这个这个吻戏是什么样的赶脚。 嗯。 好。 这个是今天晚上特别大的一个看点。 希望大家都可以。 呃。 来看镜双城。 一起来看一下黎一峰古偶当中的这个第一次吻戏。 然后来给黎一峰的吻戏打个分。 看一下。 第一次的吻戏能打多少分。 好不好。 你自己给自己打个分。 好。 来。 今天晚上一起来追这个非常有爆点的镜双城。 来。 一起。 跟大家好好安利一下。 嗯。 我觉得风哥说的对。 今天晚上一定要看。 然后不仅今天晚上要看。 每一天晚上都要看。 嗯。 对。 希望大家能看镜双城。 嗯。 是。 镜双城就是现在是剧情越来越好看越来越紧凑了。 好。 不管是这个感情戏还是这个大戏都非常的精彩。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来。 接下来。 大成。 很很期待看到风哥这个荧幕的这个古装吻戏手秀。 哎。 怎么都跟着这个。 哈哈哈。 哈哈哈。 怎么。 变成了本系的宣传片了。 哈哈哈。 很期待。 我们一起来看镜双城。 耶。 哎。 好的。 强大。 ae。 接下来。 成熊。 我们。 我也来期待一下吧。 Nuevo, 好,海宽。 那就刚好就跟大家一样,期待风格的个人操作。 个人的操作是非常的还不错。 当初看到《金双城》这个小说的时候, 然后还有听他那个喜马拉雅读物的时候,就是每天晚上听他都会热烈盈眶,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持续关注《金双城》。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五位的推荐,今天晚上大家一定要锁定腾讯视频, 今天晚上八点照样会如期的跟大家见面,一定要锁定《金双城》, 大家一定要来看李一峰的吻戏,第一次吻戏。 然后马上就要到我们这个虎年的新年了, 我们也希望请五位给我们所有腾讯视频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送上这个虎年的新年祝福。 好不好,提前来给大家拜个年。 我们一起。 好啊,可以啊。 我们会整齐吗? 说,说,说。 就。 看《金双城》,过。 团圆年。 给你机智的,可以可以,就这个吧,就这个吧。 大家一起说吧。 团圆年。 团圆年。 快乐年吧。 快乐吧,快乐吧,快乐吧。 看《金双城》,过快乐年。 过快乐年。 好,来,准备。 看《金双城》,快乐年。 好了,祝很整齐。 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然后再过半个小时一定要到《特训视频》来看《金双城》。 今天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要感谢五位给大家带来这么欢乐的团圆。 然后也带来了非常用心给大家打造的《金双城》。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开心。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团圆就到这里了。 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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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